真正聪明的人,反而很少去交朋友,这几点把原因说透了,知乎上有人问,为什么越聪明的人越不合群,有个高赞回答,他们不是不合群,只是不盲目从众,深以为然,他们不是性格怪癖,也不是不好相处,只是更喜欢独处,观察生活中的聪明人,你会发现他们容易结实,交流也毫无障碍, 可当你想更深入地与他们交往,却总隔着一层沙,都说,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内心的丰富与安宁,这种境界必须独处时才能拥有,聪明人往往很少社交,不是他们不喜欢交友,而是他们对朋友有自己的选择,不会浪费时间去经营人脉,正如思维力的作者王世民所说,在你的价值为有效建立之前,不要浪费精力在圈子上,若自身没有交换价值,一切社交都是无效的,学习有价值的国学, 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,聪明的人,只跟同频的人交往,古人云,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,看过,奇葩说的人都知道,詹青云和傅首尔是两个强强辩手,台上对垒时,两人言辞犀利,思维敏捷,针尖对脉盲,观众看了有种棋逢对手的快感,台下他俩却彼此欣赏,詹青云说,傅首尔诙谐幽默,傅首尔不惜对他称赞,听青云辩论就像被封亲吻, 两个文化底蕴深厚,实力相当的人,无论是台上博弈,还是台下交流,都能轻松自如,不生嫌隙,人与人相处,讲究思想上的门当户对,不同频的人很难走到一起,就像鲁迅和润土,年少时一起上树捉鸟, 下海十倍,到瓜地刺查,童年的丰富多彩,让鲁迅盼着润土的到来,可时隔三十年,两人再次相见,已找不到当年的亲密和欢畅,润土身上不再有年少时的意气风发, 而是一个饱经沧桑,唯唯诺诺的中年男人,由于生长环境不同,他俩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,由于成长速度不同,两人在三观和认知上,已渐行渐远,地位悬殊,营造不了平等的关系,价值不对等,感情维系不长久, 正如比尔盖茨所说,这个世界并不在乎你的自尊,只在乎你做出来的成绩,然后再去强调你的感受,生活是残酷和现实的,你的能力配不上拥有,你苦苦经营的人脉没有一点价值,人生不是独角戏,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,没有人愿意一直向下兼容,也没有人能做到一直向上仰望,好的关系都是势均力敌,同庭的人才能走到一起,时间有限,留给重要的人和事,乔布斯说过, 你的时间有限,不要为别人而活,不要被教条所限,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,勇敢地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,人生苦短,我们无需委屈自己逢迎他人,不把精力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上,珍惜当下,专注自己擅长的领域,在网上看到一个八十岁的摩西奶奶,本是一样天年的年纪,却只比写小说,半画展,她的画布局一格,有素描,有油画,有花草动物,有丘陵沟壑, 每一幅画都栩栩如生,她临摹泛高的,向日葵,像真品一样热烈灿烂,她热爱学习,移出了两本有影响力的书,她更爱画画,生活中的每样东西都是她创作的来源。 有记者问她,已是古稀之年,为何还想画画和写作呢?她微笑地回答,小时候生活困难,没条件,成年后卫生纪奔波,没时间,现在子女已成家立业,想做些自己喜欢的事。 每天她除了吃饭,睡觉,锻炼身体,就是画画和读书,偶有空闲时间,也只跟写作和画画的朋友来往,冯济才曾说,平庸的人用热闹填补空虚,优秀的人以独处成就自己。 余生不长,取悦别人,不如强大自己,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,却可拓展生命的宽度,增加生命的厚度,不为无关的人浪费时间,不为没意义的是耗费精力,垃圾社交,不如独处,朋友便天下,不如质疑二三人,越聪明的人越懂得,在有限的生命里,把时间留给重要的人合适,好的人脉,有质量和价值。 韩寒曾说,一个人能走多远,要看他跟谁同行,一个人有多优秀,要看他有谁指点,一个人有多成功,要看他与谁相伴,不管在职场,人际还是情感世界都是如此。 父母爱情中的安洁,是个受过教育,见过世面的资本家大小姐,嫁给海军司令为妻,在岛上当一名教师,邻居跟他套进户,他从不参与八卦。 远亲跟他攀关系,他除了招待,不卷入鸡铃狗碎,岛上生活艰苦,他却能把日子过得精致,在院子里种满鲜花和青菜,吃起葡萄架,工作累了,生活烦了,便约志趣相投的阁老师,到家中喝咖啡,坐在春意盎然的院子里,品着香气四溢的咖啡,谈天说地,连外来写生的夏老师,都被安洁的气质吸引。 夸他是有格调的女人,邀请他当模特,三人聚在一起时,谈古论金,聊画画,吹口琴,别的军属都被柴米油盐熏得灰头土脸,安洁除了工作,生活,却懂得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,好的人脉是一种滋养,安洁虽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,却依旧以表端庄,气质优雅,被丈夫疼爱,受外人尊敬,活出人人羡慕的模样,整理人际关系,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够了。 一书中说,能量是宝贵的资源,损友会像水质一样,附在人的身上,慢慢吸走你的能量,而优质的人脉,同贫的好友,却会激发你生活的热情,把负面的情绪及时清理,把正能量传递给身边的亲人和挚友,在优胜劣汰中不断重塑,完善自己,学习有价值的国学,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。 真正的聪明人,很少交朋友,是一物语中说,越是聪明的人,在社交上花的时间越少,因为他懂得人脉不在别人身上,而是藏在自己身上。 韩寒在成名之前,很少交朋友,同学们成群结对嬉笑玩耍,他却特立独行地写自己的故事,大多数人活成普通的样子,他却呈文坛上一颗耀眼的心,别人说他冷漠不合群,而朋友却觉得韩寒是最靠谱的,当朋友出交通事故期间,指导的影片正准备上演,他只跟韩寒打了一个电话,电影首映时,你有空去捧个场吗? 韩寒一口答应,马上给朋友做宣传,上映当天还在外地赛车的他,一结束便马不停蹄地赶到现场为其捧场,朋友不再多跪在京,洛季时的推心致富远胜于酒桌上的公筹交错。 雪中送炭的朋友远比锦上添花的朋友更有温情,就像作家薛小禅曾说,人到了一定年纪是往回收的,收到最后三两知己,一杯浅茶,把生活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 真正的聪明人,会对多数人亲和,却只跟少数同贫的人深交,时间对于他来说就是生命和价值,必定珍惜,越智慧的人越不怕孤独。 小伙伴说,他昨晚去参加了一场聚会,是他妈妈的朋友组织的,这种聚会他真的不喜欢,可是又不能不参加一场饭局,不得不说各种场面话,相互敬酒,回敬,喝上几个小时。 也不知道,那些人兴致勃勃地参加这种聚会,到底是为了什么?生活就是这样,总是有很多不想跟别人接触,又不得不接触的情况出现,毕竟,我们是人类,是群居的动物。 不过当你到了一定年纪,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要拒绝这些无效社交,人生是从天真不断变的智慧的过程,那些推杯换斩,公愁交错,寒暄迎合,阳凤因为让你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也付出了金钱。 可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?当你自身的实力不够强大时,迎合别人,真的能为你迎来多一点机会吗? 说到底,人脉理论在很多时候是很可笑的事,因为你的人脉来自于自身的价值,人与人之间多数是相互利用,各取所需。 如果你没有能力去拿捏,就算人脉摆在你面前,你也抓不住真正智慧的人是怎么样的呢? 是无论任何时候,都要对自己有明确的定位,对未来有自己的计划,让自己不断变得更加优秀。 更加坚强,关于人脉,当你成为强者的时候,人群自然会来迎合你,关于友情,交朋友,最重要的是喜欢,而不是寂寞或者利益。 独行的人,往往更加智慧,因为自身强大的人,懂得自己该做什么,要做什么,以及眼前拥有什么,聪明的人都有自己的目标追求,像比许多人盲目追求人脉连接。 真正聪明的人,他们大多是有自己的目标体系的,他们早就找到了自己的使命,认识到自己的使命。 比如,乔布斯早就希望通过科技改变世界,他所发明的智能手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,而他甚少交友,他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自己的目标与梦想的实现上,即使他们需要结交朋友,也是服务自己的目标体系的,你若盛开,清风自来。 对于聪明的人来说,他们不是为了结交人脉而人脉,真正的人脉是用来服务我们的目标与梦想,那些真正聪明的人会让时间用在自己的价值创造上,这是他们超越同类人的关键,也是他们能够做出巨大成绩的关键。